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的是本章第三节 那叫做增值税的税率与征收率 这个可以说是本章的一个重点内容 那我们对两类不同的纳税人 今后都可能会涉及到税额的计算 特别是一般纳税人的税额计算 这是我们每年命题的叫做综合题 那无论让你算哪个 增值税计税肯定是计税依据要乘以一个率 这个率呢一般纳税人用的是税率 那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用的是征收率 但是一般纳税人如果有列举的一些业务 他也要用到征收率 那无论是税率还是征收率 在考试中一律都是不会告诉大家具体的率 因此我们必须把它要分清楚 那这样我们在这个第三节里面 那就分别从税率和征收率 是吧两个不同的知识点来说一下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增值税的税率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是吧是需要我们要记住的 那我们前面在讲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到过 增值税在我们国家现在应该是 这个销售的各种行为都要叫增值税 但由于呢他不同的行为增值税的税率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对不同的行为呢是要进行划分的 要分别的对应的去选择他的适用税率的 所以在考试当中凡是计算性的问题 如果说让你算税额你必须他要准确的找出他的适用税率才行 当然增值税的这个税率呢 在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那是从1994年4月1日起实行的 而这个税率他不是一档 他是三档税率是吧 这三档税率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他的过程吧 那就是从1994年1994年的这个1月1日起 增值税开始对所有的销售和进口货物 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来征收了 所以当时的增值税呢是两档税率 那就是一般都是17% 列举的货物是低税率13% 那到了2016年的5月1日啊 全面银改增了 这样呢原来营业税的也变到增值税率了 所以营业税过来的不可能都用增值税的这两档税率 那这样呢我们又增加了两档税率啊 所以由原来的这两档还保留了是吧 然后我们又增加了银改增项目的两档税率是11%和6% 这样变成了四档税率 不过后来在2017年和2018年 我们进行了这个增值税率的这个调整 是吧 一个呢就是把四档税率变成了三档税率 这样呢就取消了一个中间的这个13%的这档税率 没有了那这样三档税率呢啊是不是就一直用下来呢 也不是啊咱们中间是吧17年18年调了两次 那现在我们就变成了17%的是吧降成了13% 那11%的降成了9%那6%的是没变的 所以咱们现在要记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记的是现在使用的这个税率 那到底增值税的不同应税行为 它用的是哪一档税率 这个我们在前面第一节 讲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给它连带上了 那么现在才真正的讲到税率 所以这样呢我就把三档税率 所对应的增值税的这个适用范围 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那这个表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是不去再给大家念了 但是呢要进行一下提示 那就是对13%的税率是主要针对货物 针对货物是13 另外呢就是加工修理修配老物是13 那9%的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有服务的 是吧有无形资产的 有不动产啊这个不动产啊 无形资产里主要是土地使用权 所以我们标黄的是吧 这是属于9%里面呢特别常用的 所以像这个不动产的啊 出租啊出售啊啊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啊 这都是9%的 另外在货物里面 我们有指定的少量货物 它也是用到9%的叫做低税率的 而6%的主要都是银改增的这个服务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 是吧比如说是现代服务 当然现代服务里的租赁除外 是吧那还有呢就是生活服务 那这个租赁除外租赁怎么样啊 那这就要看了 租赁它不是6%是多少呢 那你就看租赁什么 如果说租赁是属于不动产的租赁 那就按不动产的9%是吧 那如果说这个租赁呢 是属于动产的租赁 那这个就按照动产的是13% 所以租赁这块比较复杂 那另外就是增值税的叫税率当中 还有一档零税率 零税率不是免税 而零税率呢 它所涉及到的出口货物 以及列举的这个服务啊 无形资产啊 那我们在后面学出口的时候 还会再次的遇到 好 那我们在这主要记的 应该是一般纳税人适用的税率 那你说这样的 是不是我们就把这张表给背下来 这样去记呢 那一方面我想熟能生巧 你做题的时候是吧 老用的你可能也就清楚了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还可以啊 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记忆 怎么记呢 我现在来给大家啊 把这个记忆的方法提一下 好 那增值税 它的征税范围是发生了应税的销售行为啊 那这些销售行为都包括什么行为呢 比如说啊 我们有销售货物 对吧 有销售 劳务 有销售 银改增的服务啊 还有销售 无形资产 是吧 还有销售不动产啊 那我们现在把它的不同的销售行为所对应的税率 无非就是那三档税率吗 我们先把三档税率给写出来 13%的 是吧 9%的 还有呢 6%的 那我们现在把应税行为和它所适用的税率写出来之后 什么样的应税行为对着什么样的税率 咱们再做一个这个连线的跟小游戏似的 你比如说提到销售货物 一般的税率是13% 但是列举的有用9%的 那说到销售劳务啊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那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的劳务都是13%税率 而说到销售服务呢 这就麻烦了 服务的税率 三档它都会用到 三档都会用到 其中呢 用到这个13%的 那它主要是叫做右行动产租赁 是吧 那其他的服务主要还是9%和6%的 好 无形资产里面呢 无形资产一般都是用销售无形资产6% 但是里面涉及到了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 那它是用9% 而不动产是吧 无动产不论是租还是售 都是用9%的税率 所以通过一个连线 那你自己也可以用我这种方法 把增值税的销售行为 把增值税的三档税率分裂 是吧 两列 然后你做一个连线 看看自己是不是把这方面的基本内容把握了 当然基本内容之外 还有一些叫做注意事项 或者说要特别提出的问题 那这些特别的问题 当然也是我们要格外加以关注 那这里面有一些就是一混的 好那我们首先说一说 在货物当中13%是基本的这个增值税的税率 那还有9%呢 它所适用的就是列举的货物 那这些列举货物就是我们说的特殊的 就是你要单计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列举的货物给大家列出来了 那一个总的思路要清楚 那就是增值税 那从一开始我们前言讲它的特点的时候就提到过 它作为间接税 它的税收负担最终都是由最终消费者来承担的 所以属于最终消费者要必须消费的一些货物 是吧 那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低水率的货物 好那比如说提到了你作为基本食品 是吧 粮食食用油和这个食用盐 是吧 这些都是属于生活当中的基本的食品 那这是低水率的 好那我们第二类 那就是生活当中的基本的能源 什么冷气暖气啊 这个煤气天然气 是吧 这生活当中的基本能源啊 这我们特地有一个标黄的 那就是天然气 那从我们现在的啊 这种清洁能源来看 是吧 生活当中的无论啊 你是这种啊 这个做饭啊 是吧 这个冬天啊 取暖啊 那很多都使用天然气 那作为天然气 实际上它是属于叫做能源资源里面的一类 那咱们后面会学到一个税 叫资源税 这样的资源是吧 实际上都是指矿产资源啊 那这样的矿产资源不仅仅有天然气啊 还有原油 还有煤 还有这个金属矿 非金属矿等等 但是这些矿产资源里面 是吧 只有啊 天然气是9%的 9%的其他的那些矿产资源 他们也是增值税的货物 他们是13%税率的 呃 这个是不一样的煤啊 资源税里的煤说的是煤炭 那那个是要交资源税的13%增值税 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9%的增值税是民用的煤炭制品 不是这个原煤了 是吧 它已经啊 把原煤进行加工了 所以出来的啊 像什么蜂窝煤啊 煤球啊 煤饼啊 那它是直接可以啊 这个作为生活使用的 好 这是属于生活当中的基本能源 那么第三类呢 那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啊 精神产品吧 啊 图书报刊杂志 呃 什么电子出版物啊 那这个都是低税率的货物 另外还有农业生产资料里面所列举的啊 像饲料农机农药农膜化肥啊 这都是跟农业生产直接息息相关的啊 这些都是低税率的 同时我们提一下在农机里面啊 咱们仅止农机的整机是吧 是9%的低税率啊 是整机 如果说是零部件 哎 它不是叫农机了 是吧 它是属于农机上的一个啊 组成部分零部件 它是13%的啊 如果说这个农机要是坏了 进行修理了 那农机的维修修理 也是按照增值税的加工修理修配老物 也是13%的 只有农机整机的生产销售 它是按照低税率的9% 当然我们在列举的这些这个呃 嗯 咱们今后在学习当中还会多次的用到啊 特别是在讲这个第四节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的这个呃 进享税额的时候 对农产品还要单说 所以在这我们就需要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这个农产品不是一律都按照9%的低税率 那你一定要区分清楚这个农产品它不同的销售环节 不同销售环节它是有不同的税率规定的 所以现在啊我们把这个农产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个农产品不同的销售环节 那就说谁来卖呗 假如说这个农产品呢 是属于农业生产者 不管它是单位还是个人 生产者你生产的农产品是种植的 是养植的 是吧 这个时候生产者啊 他来进行销售 生产者销售比如说果园 卖的水果 那这个养鸡场啊 养殖的家禽 这些呢都是属于生产者销售的资产农产品 那他们在增值税的规定当中啊 免税里面 首先就提到了这个 所以在生产者销售这个环节 它是免征增值税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果园把生产的水果往外卖 它是免税的 那谁来买啊 那有可能他卖给国品公司了 然后国品公司再往外卖 国品公司就不是生产者了 那只能说 它是农产品的叫做经营者 是吧 但是呢 它卖的确确实实还是农产品 是吧 国品公司卖的水果 它还是水果 国品公司假如说 把水果卖给了超市 超市再往外卖 它还是农产品 因此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叫初级农产品了 那他们是按照低税率的 9%来交增值税的 因此作为经营者你销售的 仍然属于农产品的 但不是你自己生产 种植养殖的 那个是按照低税率来交增值税 那当然这个水果 由生产者把它卖出 这个生产出来之后卖了 生产者免税了 那也有可能卖给谁呢 直接就卖给加工厂了 把这些水果给它加工成了 什么果汁啊 果酱啊 是吧 果谱啊等等 那这个就不是经营者了 是吧 这实际上呢 是进行了叫做深加工 把它做成了这个工业品了 然后往外卖 那这些果汁啊果酱啊 他们就不是9%的增值税 而是13%的增值税了 那是以农产品作为原料 来生产的这个货物了 而不是属于农产品本身了 所以作为农产品啊 那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是吧 它是在什么样的环节来进行销售 啊 它的这个增值税的要求 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说的低税率的 实际上是指的经营者销售的 仍然是属于初级农产品的 这样的农产品 好 那我们需要在这给大家做的 另外一个解释 那就是在农产品当中啊 啊 我们教材上有一些列举的货物 实际上呢 这些列举的货物啊 并不能涵盖我们说法规则 规定的所有列举货物 但是呢 它列举的这些 已经就足够 我们考试复习准备了 这样呢 在列举的货物里面 注意一下它的差别 有的是按照9%的 有的是按照13%的啊 你比如说咱们经常提到的 是吧 在超市里去买牛奶 这种牛奶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做鲜奶 灭菌乳 是吧 巴士消菌 这个杀毒方式来给它进行了这种灭菌消毒 所以它还是属于农产品 它是9%的啊 什么义米培牙啊 杜物骨粒啊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鲜奶 进行了深加工啊 出来了酸奶啊 是吧 奶酪啊 奶油啊 这些叫乳制品 那它就是深加工的 它就是13%水率的 另外我们在考试当中啊 出现过这个综合题是吧 一个商场啊 它超市啊 卖的东西 其中呢就涉及到的淀粉 淀粉它不是一般的粮食了啊 所以它不能够用9%的低税率 它是13%的 同时咱们学习当中也容易出现混淆的 那就是提到了什么还养大豆油 那有的东西觉得 这不是植物油吗 是吧 植物油在我们刚才前面列举的里 这不属于你说的生活当中的基本食品吗 这我们可说的是叫食用植物油 它是基本食品 它是低税率的9%的 但是像这个还养大豆油 它根本就不是食用的油 那我们可以查一查啊 我给大家这个查了是吧 还养大豆油实际上呢 它是一种化工原料 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纸张上面啊 它就涂有这种这个原料啊 那通过 还养大豆油是吧 刷了一层 这样呢 咱们纸张的韧性是吧 它的这个防湿啊功能就都增强了 所以这就不是什么吃的大豆油了 因此在这样的问题上啊 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税额计算 所以大家要严格的加以区分的啊 好 那在增值税的税率当中 除了刚才说货物里面要单独拎出来 9%的低税率货物 那我们还想把银改增的啊 这个服务啊 劳务啊 无形资产啊 单独给大家拿出来说一说 比如说这个服务 它里面所涉及到的税率是增值税的三档税率都有 三档当中13%只有租赁使用 所以除了租赁以外 那么其他的呢 那就是用到的两档税率 9%和6% 是吧 那到底这个两档税率用在哪呢 用在哪咱们就按服务 是吧 一共是7个服务来说嘛 7个服务 那用9%的应该是三个罢啊 用6%的是三个罢 所以评分了这7个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看 三个罢里面啊 9%的那三个是交通运输邮政和建筑业啊 其中呢 像交通运输是咱们计算性问题用的最多的 6%的呢 那三个是金融 现代服务生活服务 不过这些在我们的计算性问题里都用到 那这样的话 拆分的那一个半啊 就是叫电信 是吧 要是属于基础电信 那就是9%的 那要是属于增值电信 那就6%的 不过这个电信很少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啊 出现什么计算题啊 综合题 没有 这样呢 我们就知道 在服务里面是吧 是6%三个半税目 在这个9%三个半税目 好 那这样呢 在服务当中 我们刚才说了是除租赁以外的业务 是6% 9% 那租赁呢 那我们把租赁给单拿出来 是吧 无论是经营租赁还是融资租赁 咱们租赁所适用的这个税率啊 它主要是看你租赁的对象 租赁的对象 它是属于不动产 不动产 那它的租赁税率就按不动产 如果租赁的呢 是汽车呀 是吧 运输车辆啊 是设备呀 那这个时候 租赁是属于对象为动产 那我们就按动产的对税率 动产是13% 那除了税率以外 我们租赁当中呢 也可能还涉及到 简易方法的征收率 不动产的租赁 征收率是5% 而动产的租赁 小规模纳税人 它的征收率是3% 这也是有差别 也是不一样的 好 这是我们关于租赁 它的税率和征收率 同时我们提到了 银改增的 销售的是有这个服务 是吧 服务我们有租赁和租赁以外 那还有无形资产 还有不动产呢 一起来看 无形资产 大部分都是6% 土地使用权是按9% 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业务 那就是咱们这个省级主管部门设立的交易平台 交易的是什么呀 是一些这种指标 是吧 比如电价的指标啊 什么耕地的指标啊 等等 这些都按无形资产来对待 6% 那要是不动产呢 不动产 无论租还是售 他们都是按9% 这样呢 关于这个税率 如何来划分 一般我们都是考在叫综合题 或者计算提供的应用 极少出现在这种选择题里 但也不是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列几一个 第3点考题当中的选择题 说的就是 一般纳税人发生下列什么行为 是用6%的 所以你就要想一想 6%的 这只能是一个一个来看了 比如说A选项 是建筑施工 这很明显 9%的 B选项太长 我可以晚点说 C选项是出租2020年新购入的房产 不动产的租赁 这个肯定是按9% 为什么肯定呢 因为这是盈改增之后新购入的 如果说是之前的 那你可以按简易办法 5% 反正也不是6 最后销售非现场制作的食品 这本身是个货物 是吧 你要是在现场制作的 那我们说过 现场制作的应该按照什么呀 按照生活服务 餐饮来对待 是吧 那如果要是非现场制作的呢 这一字之差 是吧 非现场制作的 那就是一个规模化生产的 咱们有一些 有老字号的餐饮行业 是吧 那他呢 把这个传统的食品 给他呢 做成咱们现代包装的 所以他是有自己的工厂 来批量生产的 这样的非现场制作的食品 货物对待 货物是13%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无可争议的选择了必选项 就是刚才提到的啊 省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设议交易平台 来干嘛呀 来转让补充更地指标的啊 这个是属于无形资产转让 所以必选项正确 好的 那关于增值税的这个三档税率 我们每一个对应的销售行为知道了 同时呢 对他里面的一些特殊的问题也说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给大家提一下 关于增值税的这个零税率 他可以称之为增值税的第四档税率 那我们一般的就把它单拿出来叫做零税率 那这个零税率要强调一下的 那就是他不同于免税啊 免税那是属于要征税的 但是免了 那既然是免了没征税 那就意味着你的销项税额不用算了 免了嘛 那么对应的进项税额就不能抵扣了 那零税率呢 零税率是要征税的 不免你得征 只不过呢 是按照零的税率来计算税额 你说那不是结果一样吗 也是没征吗 但是由于你的销项是算了的 只不过是按零来算的 那你的进项呢 就可以抵扣 那你说零减距一个进项税肯定是负的呀 那没关系 这个负的是未抵扣完的 符合规定还可以退税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后面的第七节啊 讲到出口业务的时候 才会有更详细的讲解 现在呢 它只是给我们列举了一些属于增值税 零税率的项目 比如说出口的货物 是吧 这是零税率的啊 比如说境内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叫做国际运输服务 这个在选择题里面 甚至在综合题里面 我们都有过命题啊 那么咱们国内的运输公司 甭管你是客运啊 还是这个货运 也别管你是航空运输啊 陆路运输 还是这个远洋运输 总而言之 国际运输 它就意味着你是从外国到中国 或者说从中国到外国 这跨国了国际运输 以及呢 那就是在境外 不同国家之间的 是吧 货运或者是客运 这都称之为是国际运输 它们的共同特点 那就是零税率 零税率 好 那我们除此之外 还涉及到了那就是航天运输 那这种航天运输服务 是吧 它更没有什么国界了啊 但是呢 它是属于零税率的项目 好 那我们还有就是专门 给大家列出来了一些项目 但是要注意 那它的提法是向境外单位 谁向境外单位提供啊 它本身呢 应该是境内的单位 向境外 所以呢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提供方 是境内单位 接受方是境外单位 而这些提供的服务呢 它是叫做完全在境外 这样的服务 列举出来了一些啊 它是属于叫做零税率的 那么这些服务就很容易 让大家联想到 咱们在前面讲第一节的时候 讲到增值税的这个 征税范围判定 是吧 有一个境内的要求 那它提到一个完全在境外的服务 是不用交税的 和这儿容易混 但是它真的是不一样 为什么呀 因为在这个根本不用交税的 完全在境外的服务里 说的是提供方为境外单位 为境内单位提供 完全在境外的服务 那是不用交税的 而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提供方是境内单位 那就是销售方 收钱的这一方是境内单位 而接受方是境外单位 这样呢 咱们提供的这个服务 是给境外单位提供的 他们的服务本身是全都在境外 这个叫做零税率 所以服务的项目也很多 什么研发设计 这个广播影视的这个制作发行 技术转让软件服务等等 好的 那如果是涉及到了 境内单位和个人 发生在港澳台的应税行为呢 那我们说这样的 这个港澳台业务 咱们都按照这个跨境业务来处理 是吧 所以呢 他们也是按照刚才我们上门 零税率来对待 好的 像这个零税率的问题呢 考点很少 如果要有也就是很直观的去考我们 不会有什么让你去应用啊 那这样呢 咱们在考试题目当中啊 出过这样的命题 所以就给大家做个展示 但它不是重点 好 说的是一个单项选择题 问你 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下列 跨境应税行为 适用应税率 境内单位它是提供方 是吧 那这个接受方是境外的啊 那我们用零税率的是刚才所列举的 什么样的内容呢 好 那我们提到了A选项 向境外单位转让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技术啊 技术转让 哎 这刚才在咱们的零税率的项目里面呢 是有的呀 转让技术 哎 这第十项就是啊 所以A选项应该是的 啊 应该是 但是你说 怎么后面看着也都挺像的啊 啊 B选项 在境外提供广播影视节目的播映服务 所以广播影视 有同位说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广播影视了啊 但是你没看到 这个广播影视是什么啊 是制作发行式零税率 它现在是播映服务啊 播映服务应该是什么啊 在我们后面 讲第七节的时候会提到 它是免税的啊 还有呢 就是呃 无运输工具来承运 这个的国际运输服务 以及向境外单位提供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电信服务 那可以说 这些啊 都是要结合我们后面所提到的啊 这应该是第七节啊 第七节 是吧 他们都应该是免税项目啊 所以这个选择题零税率的咱们就啊 关注一下刚才所提到的这四大项 好的 那在增值税的这个税率当中啊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这个情况呢是一个单独的业务是吧 也是我们这几年呃 政策新增加的业务 所以我们就把它单拎出来给大家说一下 也是我们考试当中没有出现过的啊 非重点内容 呃 说的是企业受托对垃圾污泥污水废弃啊 这些呢 我们都称之为叫废弃物 对这个废弃物咱们怎么来对它进行处理 有的它是可以啊 进行这个再利用的是吧 那把它转化成其他的有用的货物 有的呢 那可能真的是没用了 那咱们就进行这个填埋啊焚烧啊 总而言之不能给它放的呢 那么这样的话 不同的业务 那当然对应的就是不同的增值税的行为 对应的也就是不同的增值税的税率 好 那我们这里提到了 如果说是专业化处理刚才的这些废弃物啊 然后它又产生了货物 而且货物呢 还是归委托方所有的 你比如说呃某个这个呃环保单位是吧 它呢收集的这些啊就是塑料的饮料瓶是吧 那它有可能去委托某个单位 你把它帮我做出来啊 叫做那个运动的速干衣 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下 做完了以后 人家委托方要把这些运动速干衣拿走的 那我们作为这个呃 加工单位呢 就是提供了加工劳务 委托方拿来原料了是吧 我们做出来人家要的东西了 对这个时候呃 加工单位是按13% 是加工劳务 好第二种情况 那就专业化处理之后 所产生的这个货物是吧 它是归售托方所有 那刚才是是吧 委托方拿走 现在呢啊 咱们是售托方 来留下来这些货物了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我们售托方用了自己特殊的技术 来把这些啊 所谓的叫做肺的塑料 呃这个饮料瓶 给它呢转化成啊 能够做成衣服 这是我们专门的技术啊 所以这样的技术 我们要收技术服务费 无形资产转让嘛 是6% 当然由于这个货物啊 比如咱们做出来的这个这个 速干运动衣是归售托方所有 售托方今后呢 还要卖 那售托方要今后卖销售的时候呢 那你再按货物的适用税率 13%了 降算之税 好的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专业化处理之后啊 它没法再做成另外一种啊 这个货物了 是吧 它是没有产生啊 其他的货物 而是要什么啊 填埋了 焚烧了啊 这种情况下 也是咱们售托方 专门的技术来进行的啊 填埋焚烧 所以按照6%啊 这个专业技术服务来交增值税 好的 那这个作为选择题 一般了解 总而言之 我们在本节当中的第一个知识点 重点围绕的还是啊 三档增值税的税率 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增值税的应税行为 以及对应的低税率的货物啊 它都有什么啊 特别注意在这个盈改增项目里的服务啊 它这个 这个租赁服务啊 它里面的具体要求 好 接下来我们在本节当中 要说到的第二个知识点 就该是征收率了 增值税的征收率啊 它是在 简易计税方法下来使用的 那这样征收率呢 目前来讲 基本的是两档 3%和5% 这两档啊 当然 计算当中 也是要用到的 所以我们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考点 要提一下 这个征收率的使用呢 小规模纳税人 它一定是要用征收率 而这个一般纳税人呢 一般纳税人只有在 简易方法下 它才可以征收率 那么什么样的一般纳税人 用简易方法 我们会有具体的列举的 当然 征收率 3% 5% 它的使用当中呢 还会有一些特殊情况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按照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 来说一下 好 那我们下面就先来看一下 增值税关于征收率的一般规定啊 3%和5%它的适用范围 首先提到3% 那就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你的销售行为 不再去区分 到底是货物服务老五 无形资产不动产啊 咱们不是一点不区分啊 一般不区分 只是把不动产拿出来 不动产 那你即使是小规模纳税人 你也得按照这个下面这5% 除了这个不动产以外 其他的货物服务劳务 他们都是按照 简易办法 不再区分是什么样的行业项目 都是3%了 那如果说是一般纳税人呢 是吧 小规模纳税人都用3% 那一般纳税人呢 一般纳税人他是列举的项目 才能够有简易办法的使用 是吧 那么这些列举的项目 咱们会在第五节里面给大家提到 所以在简易办法3%征收率上 那要说起来呢 应该就是3% 但是呢 咱们现在还真有特殊 怎么叫特殊啊 不是3%是减案2% 后面我们会提到 另外呢 像我们这个 在 对增值税的这个小规模纳税人 咱们就 采用优惠的 普惠性的这个政策 不是3% 而是1% 来征收 好 这个不是常规的是过渡性的 另外就是征收率当中还用到了5% 注意这个5%他的使用吧 按一般情况都得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不动产业务有关 你像小规模纳税人啊 不管你租房卖房 不管你啊 这个房市盈改增值钱的之后的 都是这个5% 简易办法 那你要是一般纳税人呢 咱们强调的就是这个时间 盈改增值钱的 这个房子 你进行出租啊 出售啊 或者说 你是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 那个企业 你卖的是盈改增值钱的 我们称之为老项目的 都是可以选择 简易办法5%的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盈改增值钱的 你要按照9% 可以抵近项吧 但是没有近项 盈改增值钱 人家没有增值税的景象啊 所以可以选择5% 不过在这也有特殊的 那就是个人出租啊 它是简案1.5% 所以呢 这样的一般的和特殊的 我们一张表里面可以看出来啊 但是特殊的呢 咱们还是要单说一下啊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关于征收率当中 什么样的特殊呢 比如说5%啊 它的征收率应该针对的是 不动产项目 但是我们用5%征收率 它是非不动产项目啊 它不是不动产项目 什么情况啊 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列举了一下这几个啊 第一就是提供劳务派遣服务派遣服务派遣服务是吧 那它是一般纳税人也行 或者说呢 它是小规模纳税人也行 它所选择的 那就是把你所有收的加款 然后减除了支付给这些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啊 社保啊 主房公积金啊 剩下的那个差额部分就是劳务公司自己该得的 那么把这个差额啊 除一加5%乘5% 所以这种情况下啊 它的差异或者说它的特殊性非常明显 它不是不动产项目 而且它的计税依据还是差额计税 本来就已经5%够低的是吧 销售额里还可以扣 这样的情况啊 它是特殊的用5%的 那就是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的 那从这个通常的道理上来讲呢 那你要是劳务派遣公司 你按说应该是按现代服务6%交增的税 然后抵进下 但你说劳务派遣公司有什么进下 没什么进下税额 那你要是小规模纳税人呢 你应该按3% 是吧 那我们现在都不是 都可以选择5%还差额计税 好 那我们在5%里面呢 还提到了就是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它是非不动产项目 但是可以5%减一办法 另外还有就是啊 这个路桥闸的通行费 是吧 路桥闸给我们的感觉呢 这好像多多少少啊 它跟这个不动产有点关系 是吧 公路啊 桥梁啊 这个高速路啊 这样呢 它在选择5%的解益办法征收的时候 它也有它的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 盈改增值前开工的 是吧 它可以按照5% 作为这个道路通行费 路桥闸的通行费 那么按照5% 那么按照5%里面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谁呢 高速路的通行费 它不按5% 盈改增值前开工的高速路的通行费是3% 按3% 这样的在任何一个经营单位都有可能发生你的公用的车辆 过路过桥过闸 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运输企业你天天跑运输的少不了支付这些通行费 叫道路通行费 那你支付了购买了 那他们交了增值税 我们能不能抵近项呢 好 这块又明确了 就是收费的公路这个通行费也好 是吧 桥梁通行费也好 尤其是公路通行费 这个公路通行费 咱们现在的收费呢 是有叫做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 这样呢 电子普票不是专票 但是它是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当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所以收费公路的通行费电子普票还是可以做进向 我们在后面第四节讲一般计税的进向里面会提到 那么即使是作为进向税额抵扣 你也要看清楚按多少来抵呢 按多少交的 是吧 它要是一般的 一级二级公路 那不就是5%交的 按5%啊 它要是高速路的呢 通行费 那按3%交的 那就是按3%来抵啊 好的 那涉及到5%啊 又是属于这个 比较特殊的情况的啊 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个 就是非不动产项目 是吧 按5%的 那么第二个想说一个特殊的 也是5% 但是它不是真的按5% 整个是减按1.5% 这个涉及到的是个人出租什么呀 个人出租住房 一定强调的呢 是居住的房子 如果说你出租的是办公的房子 是不可以这样的 那关于这个个人出租住房 我们的规定是租金 按照5%来价税分离 比如租金是吧 是2万啊 那租金除以1加5%啊 2万除以1加5% 然后减按1.5% 所以1.5% 只是计算税额的时候的征收率 价税分离的时候 还是按照它正常的征收率的 那作为这个租金啊 减按1.5%是吧 刚才强调了 必须是个人出租住房 非住房不行 非住房 那你正常就按5%吗 同时也提到了 那就是个人 他来交增值税的时候 实际上咱们是按照检疫办法 比照这个小规模纳税人 那我们现在对小规模纳税人 有起征点啊 月不够10万 季度不够30万 是不到起征点 可以不征的啊 所以对个人来讲 如果说你的月租金啊 出租住房不够10万 也是不交增值税的啊 所以这个在我们考试的考点里就很少出现过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3%的征收率了 它也有特殊的情形啊 什么特殊呢 那就是用3%的征收率 按说应该乘以计税依据销售额全额 但是它是差额 所以3%还差额计税的 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物业管理服务公司 物业公司 它本来应该是按照现代服务 是吧 商务辅助 6%去交增值税 它收的是物业费 但是它在服务项目里面 涉及到了啊 那就是像这些啊 业主来收取自来水水费 然后他交给自来水公司 这种情况下 他收的自来水水费是可以扣除 那扣完了之后 是吧 你3%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差额计税 3%的征收率还差额计税 好 那我们3%还有特殊情况呢 那就是3%还减按2%证 这是什么情况啊 那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什么情况试用 首先 一般纳税人可能会用到这个啊 那一般纳税人 他要是卖的 自己使用过的 那就是说 他肯定是旧的 而且 属于这个 没有抵扣过增值税的固定资产 旧的 它是属于啊 这个动产类的 同时在你管理上呢 属于固定资产管理的 那这个我们做一个解释啊 比如说我是一般纳税人 我们生产单位 那我们把旧的机器设备 给他卖出去 那你说这是不是货物啊 肯定是啊 那要是按货物正常处理呢 应该13%的增值税算消项吧 可是这个是属于叫做 不得抵扣且未抵扣 进项税额的设备 那可能这里 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他买的时候不得抵扣 为什么他买的时候没有抵扣呢 那这个有多方面原因 其中有一个啊 那就有可能是咱们买的这个设备 时间很久了 那我们国家在1994年开始实行增值税 当时呢 主要针对的是这个货物的销售 才交增值税嘛 但是呢 对于卖货的 比如说销售机器设备的这一方 它是销售动产要交增值税吧 可是我们实行的增值税 迹项税额抵扣呢 当时我们实行的叫做生产型增值税 那就是买这些设备的 你把它买来之后 做固定资产管理了 不得抵扣 所以这就产生了 买的时候啊 它虽然也支付过增值税 但是不得抵扣 因为我们选择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 不得抵扣呢 属于固定资产管理的外购的这些货物 好 那这个买的时候没抵过 现在卖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按13%的税率去交了 那我们在2009年的1月1日起 把这个政策给改了 改成什么了 我们增值税转型了 转成了消费型的增值税了 那就意味着 你买的只要是属于动产类的 这个上一个环节取得增值税专用花票都可以比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那就是一般的我们买的时候都是做过进项税 但是不排除它真的是在2009年1月1号之前买的 现在用了十多年了给它卖了 不排除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就提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啊 就是减益办法来交增值税 同时呢 还可以减益办法不是3%减按2%来交增值税 好的 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 又提出了 那就是作为卖方 如果是按照减益办法减按2%来交增值税了 他就不能开增值税专用花票了 他只能开普通花票 那这时候作为买方呢 其实不管卖方怎么交增值税交多少 买方都是支付负担了这部分 可是由于买方无法取得专票 所以你即使负担了2%的增值税 你也抵扣不了 因此我们在这就提到了 卖方啊 他可以放弃这个叫做减税 而正常的呢 他就是减益办法按3%交增值税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开具增值税的专票了 那这个3%这一个点 虽然高于2%了 但是别忘了 卖方他交的税都是买方出的 人家买方他愿意多出一个点 同时我还可以做净向税额抵扣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在这个一般纳税人啊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没有抵扣过净向税额的啊 这个固定资产的时候 是可以用简易方法的 然后具体的征收率 具体的征收率 在价税分离换算的时候 用规则规定的一般征收率3% 而在实际算税额的时候 那就是可以选择是吧 开普票那就是按2% 开专票那就是按3% 好的那在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他就不存在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固定资产 只要是动产类的 你自己用过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现在卖都是减一半发 就是减按2% 那因为小规模纳税人 你本来也开不出来专票嘛 所以你就是简易办法 那当然这里面提到了一个 除其他个人以外 为什么这么说呀 其他个人 我要是自己的车卖了 是吧 自己的家里的家具 旧家具 旧家电给卖了 这种情况下 你也是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这个货物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按说也应该交增值税啊 不过呢 我们后面在讲税收优惠 第九节的时候会提到啊 个人要是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咱们现在是免税的 所以这块是除啊 个人以外 好的 那在增值税 这个3% 然后减按2%的政策里面 我们对一类特殊的这个纳税人 叫做专营救货的啊 这类纳税人 他是这个也适用于 3%减按2% 那这里专营救货 注意啊 是不包括专门卖二手车的 那这样的专营救货 比如说专门就卖旧家电的 是吧 专门就卖这个旧家具的 这样专营救货 是吧 咱们现在 包括网上都有专门卖救货的啊 这种平台 那这样的话 除了二手车以外 专营救货的 他是3% 减按2%来交增值税 好 那这样的问题呢 就容易有小题目出现 这样问题一般不会在综合题里啊 小题目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某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 他卖了一台使用过的机器设备 开的是专票 注意他卖的是 开专票了 关键这个设备呢 你得看他买的时候 他买的时候呢是 没有抵扣过进项税的 是吧 那买的时候不允许抵扣 现在也确实没抵扣 那卖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简易办法 如果买的时候做了进项 你卖的时候只能是按照 百分之十三 销向来计算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是卖了多少啊 一百点五 是吧 可以选用简易办法 那我们价税分离 肯定是除以一价百分之三的 但是 在算税额的时候 到底是 减按百分之二 还是按百分之三 那就要看我们销售方式 如何开发票 如果开的是普票 那就可以按减征的百分之二 那我们现在告诉你了 它开的是专票 所以呢 它就应该按正常的百分之三 因此 咱们的正确答案 选择的就是算出来的结果 C选项2.93万元 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销售救货的 把二手车给排除在外了 那这个二手车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 这个规定是 2020年的5月1日开始执行的 一个有起点和终点的 所以说阶段性的政策 那我们现在对这个 专门从事二手车业务的 那我们有二手车交易市场 是吧 那它把收购的二手车再卖出去 怎么交增值税呢 解一办法 就不是减按百分之二来交增值税了 减按多少 减按百分之0.5 减按百分之0.5 非常低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 那就是 它在进行价税分离的时候 也按照百分之0.5 而不是按检疫办法的 那个百分之三了 那这个政策 在出台的时候 非常明确的 把公式写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操作 肯定也就按照这个方法 来进行操作了 那这样呢 作为这个 纳税人啊 你这个销售二手车 所以你要开具啊 二手车销售的这个统一发票 那如果说买方就想要增值税的专票呢 那应当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但是别忘了 百分之0.5来征收的 所以买方也就按百分之0.5来支付负担的 那它回去也就是按百分之0.5来抵破几项税额 好的 那像这样的问题呢 一般来讲都是作为当年教材的新增内容 所以新增内容在当年的考试当中 特别容易有靠点 当然这样的行业 二手车经销单位 它也就是出选择题的考点 所以下面我们就给大家列举一个近三年当中的选择题 说的是二手车销售公司 它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40辆 总共卖了120.6万元 因此它的税额计算 我们价税分离的时候 一定是就按照它减征率来进行价税分离 所以除一加百分之0.5 然后乘百分之0.5 那么这一点呢 确实是跟一般的 跟我们上面说的减按百分之二 减按百分之1.5 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处理方法 好 我们正确答案算出来的是 因纳税额0.6万元 C选项 那当然这个增值税的税率也好 征收率也好 在我们的计算性的问题当中 是一律不给的 是吧 那像简易办法呢 往往出在这个小题 单项选择小计算 而我们的综合题里面 所涉及到的增值税的税率 那可就是各个业务都有 也就是我们前面在讲 增值税行为的时候 所提到的叫奸营 所以你必须要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务 它是属于增值税的哪一项销售 然后对应什么样的税率 那作为这个纳税人 多种经营下 一般我们都会告诉你 是吧 是一个集团公司 或者干脆就是某公司 这样的它的业务 就可以范围非常广 比如说 它的业务第一个 是销售服装 那你要是卖服装 这是一般的货物啊 一般纳税人 那肯定13%的税率 好 第二个 那它作为集团公司 它也是吧 要理财啊 所以它就有 保本理财产品的利息收入 那你别忘了 这个说的特别明确是利息 这是金融啊 所以它就应该是 6%来交增值税 如果说是非保本的啊 那这种投资收益 那是不交的 是吧 那我们现在说的利息收入 肯定是含着增值税的 所以这10.6% 要除以一加6% 价税分离之后 乘6% 好 第三个业务就是转让 其百分之百控股的一家 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那告诉你 它的初始投资和转让价了 那你说按照差价来交增值税吗 没有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当中 销售行为里面有货物 有劳务 有服务 有无形资产 有不动产 但是没有股权销售 债权销售 要交增值税的规定 所以这个是根本不需要交的 好 第四个 是在境内开展连锁经营 这样呢 它取得了就是 含税的商标使用费 那这是无形资产转让啊 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转让 都按无形资产来交税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6%的 含税的 那你就是把价格除以加6% 再乘6% 第五个业务是 转让位于市区的一处仓库 这肯定是不动产转让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按照一般情况下 不动产是9%的税率 但实际上呢 你还要看这房子是什么时候的 是吧 应改增值钱的就可以简易办法 那我们在题目当中已经给你提示了 它就是用简易办法 所以 无动产简易办法是 征收率征收 5% 当然我们这个后面讲课当中 还会讲到 它是5%还可以插额级税 你看它是2010年 购入的 这样呢 16年之前 都是应改增之前 16年4月1号 全面应改增 好 来看的第六个业务 是向小规模纳税人卖了一台使用过的设备 那不管你卖给谁 你得看你自己是谁 你是一般纳税人 所以买方不重要 关键我们自己是作为销售方 我们是一般纳税人卖设备 好 这个自己用过的设备 怎么交增值税呢 应该要货物啊 是吧 货物呢 就13%的税率 但是这个设备告诉你了 当年采购的时候 它是没抵抗过几项税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选择简易方法了 简易方法是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把这个价款 告诉你是含税的了 除以1加上3% 简易方法3%吗 然后再乘以征收率的时候 那你就要看 开普票还是专票 然后是不是享受减征 那告诉你的是开了普票 那它就享受减征 所以呢 减按2% 如果开了专票 那就是直接乘以3%了 好 那我们最后是向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一批农产品 我们卖给小规模纳税人的是农产品 那我们前面说过 你要是生产者销售农产品 可以免税 但你是一个集团公司 你不可能是生产者呀 所以这个应该是9%来交增值税的 那这样呢 我们出现了向小规模纳税人的两个销售行为 你都不要去考虑小规模纳税人怎么办 你一定要考虑我们作为一般纳税人啊 我们销售的是货物服务劳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另外我们在销售当中有没有这种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可以选择简易方法的 甚至还可以按照减征的一个征收率来征收的 好的 那关于增值税的这一节税率和征收率 那我们关键是要区分清楚 它这个税率和征收率到底是多少 然后正确的来进行税额的计算 所以这一节内容虽然不难 但是呢 一定要求大家是掌握的准确 这样的才能够为我们后面的 税额计算带来准确的这个计算结果 好 本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